YO 歡迎各位回到我們今天的 藍球時關鍵的心理影片 我是你們的主公公司 在本賽季 JAMM RUN才剛從25場競賽回歸 在本賽季打了9場比賽的 強軍可以拿25.1分 5.9個人半還有8.1次助攻 甚至成為西區當中最佳球員 但不幸的是 JAMM RUN在近期的一次訓練裡面 造成了右肩半脫位 在接受核磁的共振之後 發現有潛在肩魚唇撕裂 延伸宣布賽季報銷 這也是繼Steve Ellis之後 曼菲斯灰熊隊宣布第二位賽季報銷的球員 那這個情況看起來 曼菲斯灰熊隊在本賽季 應該是沒有任何希望了 我個人認為灰熊隊真的是一個非常可惜的球隊 從2021到2023專案期間 灰熊隊連續兩年都成為了西區第二名 雖然在肌肉賽表現不盡人意 分別只有打擊西區第二輪跟西區第一輪 但是大家當初都對這個冉冉生氣的球隊 感到信心十足 不過看起來至少這一兩年 那灰熊隊應該是起不太來了 所以這裡我想要做一個假設的情況 我們現在假設的曼菲斯灰熊隊 上演一部漫威電影叫做 蜘蛛人 吳嘉日 我們從當初2019年那個時候就不選John Moran 然後去試圖改變這整個情況 看一下灰熊隊在這幾年 有沒有機會可以拿下總冠軍 那這裡我先做一個聲明 我絕對不否認John Moran對灰熊隊非常重要 老實說我也非常喜歡他打球風格 但是去年的持槍事件 再加上本賽季的賽季報銷 我認為這對曼菲斯灰熊隊的戰力的話 是史詩節毀滅 所以才因此有了這樣的一個假設 好 那我們這邊就把時間倒回到1819賽季吧 好的 首先我所選擇的這個名單的話 它有一個小小可協的部分 就是呢 這是它的年份的話 就是從2023年開始 它就不是像之前一樣 從2017年2018年開始 它就不是像我上次John Moran的那次影片裡面 是直接從1718賽季開始 但其實我找了很多的名單 只有這個呢 是最符合當初曼菲斯灰熊隊的情況 好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現在這個名單是長怎麼樣吧 好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包含了Marcasol Mike Conley Jerion Jackson Jr Darren Brooks Jocky Nova Kel Anderson Jermont Carter Jermont Green 以及Yuda Watanabe 我認為這個名單是非常符合當時的一些情況 所以我覺得有些事情我們可以稍微來複刻一下 包含了Marcasol跟Valentunas那筆交易 我們可以先來做一下 好 那這邊的情況的話 我可能會稍微做些改變 因為原本的交易籌碼的話 是Marcasol去換Valentunas 加上Darren和CJ Miles 再加個2024年的次輪籤 而且老實說Valentunas的價值看起來稍微 比Marcasol高一些 那這邊的話 我再給你一個 Jokey Nova 那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你可能要多給我一個選用拳 啊 你不給喔 還要我給你選用拳啊 我給你一個2028的 不會吧 OK Watanabe 這樣可以嗎 OK 這樣終於換到了 好 那這樣之後的話 我們正宗就Valentunas 那除此之外 Mike Conley這邊可能也要做一筆交易案 那當初Mike Conley的交易案 是跟爵士隊換Gresson Allen Jill Crowder以及Cal Colfer 19年的23號選用拳 還有一個2020年的手輪選用拳 Mike Conley在這個裡面的價值 可能就沒有到這麼高 好 那我們跟DT活在隊換Luke Carnar 然後這邊多跟你要幾個手輪選用拳 兩個手輪加兩個次輪籤 所以他這邊要再加2024年的我們的選用拳 這樣換給你好不好 我覺得樂透保護的話 我們應該還是可以給的 因為畢竟今年我們是要擺爛的 所以我們這選用拳應該還是拿得回來的 好 我們就直接選擇這筆交易案吧 好 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就徹徹底底來到擺爛階段 那今天的話我們就直接給他磨擬掉吧 好 那麼在本賽季呢 我們擁有的是25勝57敗 這看起來拿下個狀元籤也不是完全沒機會啦 那來看一下暴龍 我們就可以起來 看起來是喔 唉唷 居然是雷霆隊來打我們的暴龍隊啊 最後4比3的不是友誌隊 而是雷霆隊啊 這跟當初的歷史軌跡有些許不同 好啦 那最後總關鍵的話 就是我們的 蹲蹲蹲蹲隊 恭喜 還跟當初基本上是一模一樣啊 今年包含蘭菲斯卡德 Dark Knowsky Woodonis Hasselan 不過搞授這些選人的話 都選擇了退役 我點入就不能這麼早退役嗎 我就覺得拋搞授你可以再一年啦 那麼今年的樂透選秀權 第四順位 好像不是完全不行啦 就今年在沒選到JumbleRain的情況之下的話 歷史軌跡會不會有所不同呢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還是選不到JumbleRain 呵呵呵 我靠 我們就留著JumbleRain故意不選嗎 這有道理嗎 好像怪怪的齁 但是為了不要違背我們今天影片的目的呢 我這邊會選擇Darros Garland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Darros Garland帶領我們輝龍隊的話 我們球隊有沒有辦法起來 我覺得我會後悔幹 接著呢 我們沒有選到Brandon Clark 但是呢 我們可以選個Grant Willens JumbleRain 80頻分 我選個Darros Garland 73啊 幹 我是白癡是不是 我覺得你不正常 我覺得你怪怪 好 路可到這邊的話 我讓他進入自由市場裡面 我再把他簽回來 那這裡的話 我就不跟Angelo跟大家簽約啦 反正他也不會來打我的比賽嘛 對不對 那我在二號位 簽來一個Malik Monk OK 他們兩位都願意過來 接下來三號我簽個 Justin Holiday 簽個Biambo 雖然我記得Biambo好像最近被裁掉對不對 然後把Malachimus削回來 然後Darros Garland Kell Koffer 以及Dracroder 他們怎麼好像都用另外一種形式回來啊 然後我這邊再簽個Kevin Love回來看看 Darros跟Kevin Love回來 然後Malachimus跟Dracroder來 那我們這組合看起來還算滿合理的 只是我們的Darros Garland到底起不起得來呢 我其實有點害怕你知道嗎 但是這個陣容乍看之下沒有太多大問題啊 只是這兵到底練不練得起來呢 我其實還是有點疑惑啊 我們這邊先來到記中 來看今年的話 有沒有需要把其他球員給交代掉呢 好 那我們在記中的話 看起來戰績來27勝32敗 意外的還算不錯 並且Darros Garland 呃成長的幅度也是看得出來的 新秀賽季的來場局 11.4分 1.3個籃板含5.7次助攻 只是呢 Walachimus要不要交易呢 我覺得我們可以稍微的考慮一下 不一定需要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就好 我明顯看得出來 Walachimus目前看起來 就是比Steven Allison還要好 實在是沒必要做這件事情 哦 如果是Nurgetge的話 可以稍加考慮一下 因為畢竟以年輕潛力來說的話 這組是絕對比較好一點的 跟你要個選用權 他價Don't right給我 我可以給你一個次輪啊 那我改要脫光者隊2029的選用權 這樣看起來應該合理一點 他加Jumungu Green回來喔 然後2028年的Detail火賽隊 我知道這幾年火賽隊的戰績都不會太好啊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我是不太想把選用權給你啊 那這裡的話就改次輪籤吧 我覺得他應該這樣比較可以接受一點 好 少要一個次輪啊 這樣子可不可以 OK 我這邊多加個次輪給他 我可以接受啊 好 那我們就選了這樣換吧 然後我們必須再從資訊上面要來一個 要個Camp-Bar Walker 也沒關係啦 反正Camp-Bar Walker你還有臉 要那麼貴的錢喔 那你就要個Derek Phillips一次一次就好了 那這裡我跟林素豪的重新簽約呢 底薪當然是可以給你啦 然後底薪 底薪1加1 Jeran Jackson Jr.的話 給你一年3600萬 那我們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就直接來到寂寞吧 我本賽季 Steven Curry是拿這個最有價值球員啊 這樣換了神最佳新秀 直接拿最佳第二人 蛤 紐約尼克隊居然讓這樣換了神 當最佳第二人 那最佳新秀的話 給到的是我們Jeran Jackson Jr. 火鍋王欸 場景2.1個火鍋欸 那最佳新秀的話 有John Murray Dowskallon都有在 所以還可以接受啦 今天還可以打到分區第六名 這倒是讓我滿欣慰的 果然我在自由社會裡面要來 Monker Monk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啊 本賽季的Dowskallon 場景12.5分 1.5個籃板6次的助攻 那火鍵隊的John Murray呢 哇20分欸 新秀賽季 那他也是滿猛的啊 那看起來Chris Paul之後也會被交易掉啊 本賽季獨行俠隊 迎來了重磅交易啊 Jeran Jackson 去到了我們的達子 獨行俠隊 有料 真的有料 唉唷 在這個失控裡面 這個亂金火龍隊 並沒有迎來我們的LeBron James 但是13名看起來也是 蠻厲害的說實在 好啦 少倫 4比1被淘汰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接著呢 勇士隊 唉唷 直接來到了西區總冠軍 而冬季對面則是我們的 蜜蟻軍攻募隊 這個總冠軍的話 就是 喔唷 4比3 荊州勇士隊 獲得了總冠軍 那Stam Curry終於獲得了FMVP 那Tyson Chandler Kindra Type Gibson Jergy Dan 這些全都選擇了退役 本賽季的灰龍隊 還有選用權嗎 我怎麼記起來好像沒什麼選用權的樣子 喔對 本賽季我們沒有選用權啊 唉呀我們沒有得什麼BAN啦 非常可惜啊 那本賽季的話 我們還擁有大概一千多萬的一個薪資 看起來最有機會補金的話 應該就是我們的 Aerhofer 那如果要Aerhofer的話 我們可能就把 Kevin Love交易掉 或者跟 DT活在隊換選用權 我覺得這應該也是不錯啦 來 多加兩個次輪給我 我才要互換 那互換的話是肯定不要的 多加個次輪給我 我們就做這筆夾量吧 那這邊Aerhofer要過來 來了漂亮 那就來個RookieRubio 這樣擋個Ramison吧 本賽季的TripleJ已經拿到85平分 而Darrox高倫也成長4點拿到77 那本賽季的話就一樣先拿到集中吧 OMG 22升29敗 這今年是發生什麼事情嗎 啊肯納受傷 然後TripleJ來到87平分了 那Nurkage鼻樑斷裂 好像也沒辦法交易掉 不然我就先讓Aerhofer去打到5號位 但Nurkage有一定要交易掉嗎 我覺得可以還不用 但是薪資可能要給少一點點 那Darren Brooks的話 也差不多啦 1600萬 那目前為止 喔 Darrox高倫已經找到19.8分 2.3個籃板 還有17.3個助攻 其實跟我預想的差不多啦 他應該在第二第三年準備爆發 而我們TripleJ一樣維持住他的表現 今年我估計應該排名在分區第九名或第八名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需要太擔心 不需要來做什麼交易了 那今年Westbrook轉往了紐約尼克隊 哇 廠軍大三圓 我們大三圓製造機又回歸了 而我們TripleJ在今年的話 來到了最強防守第二陣 Jobs Hutton跟Russell Westbrook 兩個人都入險了這強防守 喔 這個也倒是蠻新奇的體驗 那正如我所說的 今年我們排名在分區第八名 哇 胡倫隊今年陣容看起來比去年還在強一點 但我們到底過不過得了 我還真不敢跟你保證 來看一下 唉唷 這副架賽看起來第一戰我們輸爆喔 輸到一個沒辦法翻身欸 但Daroth Garland的話 24分三滿七主攻二超級一主攻 得分效率不能算太爛 但可以再加強一點 然後Yngren26分 Perto14個籃板 那接著看一下 好 我們最後的話是贏了我們的 沙迦米多國王隊 他們這個陣容不能算爛啊 特別是Darren Fox其實滿強的 但可惜啊 因為他沒有一個好的副手 但今年打勇士隊啊 應該估計手倫又要不見了 他們這個組合有點恐怖喔 迪Marcus Cutters 85評分的 那算啦直接過啦 可以打個4比3 可以可以 接著赤輪雷霆隊上 然後雷霆打火箭 然後尼克隊現在這個陣容看一下 哇靠 哇靠 不合理吧 這個10攻尼克隊會不會太強 那今年應該因為冠軍給他們沒什麼問題啊 我來應對了LeBron James Russell Wesper 這個總冠軍 是我們的雷霆隊恭喜 幾乎是頂著一擊致力在打了欸 哇塞好猛喔 好 今年Paul Gassel Jobel McGill Jobel McGill 這些球員的話都選擇退役 那今年我們總共選右拳了吧 來看一下 那今年我們只用第18順位 該做一些忍痛交易啦 18順位我們大概估計一下 也就是可能 Johnson Quimiga是我們最佳的選 不然Everance選棍也挺好 但最後我們能夠選到誰的話 可能只能看天命了啦 好不好 18順位我覺得我們想要什麼都沒什麼 確實看起來是這樣沒錯啊 我可以選誰 我怎麼覺得這邊有蠻多問題人物的 我們這邊有個克嗨的 然後有個漏鳥的 對你叫我在這個時候選的話 我覺得我寧願交易掉欸 Airhofer加18順位的選右拳出去啊 看一下可以換到什麼 可以換到Hotless Time其實挺好 然後跟攻略隊可以再要一個選右拳 對我覺得我寧願是選擇這樣子換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一點 好不好 多加一個選右拳給我 多加個2028的 那我可以接受 然後再加Germeline喔 好啊反正對我來說 他也是個底薪球員啊 不是那麼重要 好我們這邊就直接要了三個選右拳 賺 好第28順位我們來看一下 對啊這個時候我們在選 Trainman的話就合理多了你知道嗎 你看他第18順位 他最後選擇是誰 Brandon Boston 算了吧 這邊再選個Miasa Creta 219公分的一個身材啊 我覺得還是挺好的 不虧不虧 來這裡我也有個Dialo 跟Jer Crowder 本賽季Daros Golan繼續成長到82評分 Triple J來到87 Triple Rain 88評分啦 哎呀 OK本賽季目前位置 我們來到29勝22敗 我們的戰績就跟中國經濟一樣 穩中向好啊 Daros Golan也終於成長成巨星級的一個球員啊 超級24.2分 2.8個冷板 8.6次出攻 而在今年呢 我覺得我該做出一些改變了 這兩個人加起來的話 大概快4300萬左右 我把這兩位加起來 去換個The Mountain Subbonus 我個人認為不算太誇張 因為我們心肢匹配下來 看起來是完全合理的 我們稍微看一下 不感興趣表示呢 呃你可能需要多一點選用權啊 啊你覺得刺輪不夠是不是 哎呦刺輪就夠了 那我們就開開心心啦 是不是 The Mountain Subbonus 加上Triple Jade 我們將一個內線組合加起來 再加上Daron Brooks的3號位防守啊 哇我們這個組合看起來 瞬間就有機會可以奪換了 只是我們在替補方面的話 可能需要再多額外增加一個控球後衛啊 其實我對我們替補這籠還是算滿有信心的啊 因為畢竟Hotter Style 跟劍斷裂成績報銷 Dialo呢 2到4週還可以 好我們來做一筆交易案 可以換到Danny Schroeder 雖然他的價錢微微貴啊 但是我覺得明年只要他願意跟我們 呃降薪續約的話 那我們在替補的陣容也會稍微再強一些 來我們再做準備交易案吧 我們再組下來之後的話 我相信今年應該至少西爵士 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來肯娜 我們直接續約4年 我覺得你是一個非常棒的人啊 1000萬1000萬 1000萬可以接受 好那經過這次的重磅交易案之後 我相信我們的戰績 應該來今年會有所成長 我們就直接來到金波吧 本次賽季是Ben Simas 哪這個最有價值球員啊 基本上就是Russell Westbrook2號 而今天我們拿47勝 35敗 我們總算不用再守人就對決我們的 弱環境虎人隊啦 來Darros Garland 22分 還OK 那Triple Z呢 唉唷90平分了喔 Sabonis來到我們這邊之後 也是直接好不好 上場成球隊三當家啊 你們看我教育眼光肯定是對的啊 Dallas Ruder來到我們球隊之後 他是一個非常優質的替補 那盧可納的場軍四成的三分球命中的一話 也是幫助我們球隊不少 來啦 今年首輪 對決升到你要馬次隊 老Metrobo加上 Dijon & Murray這個組合其實還算不錯 但可惜他面對我們的內線 你應該只能忘成莫及啦 直接來了一個 4比3 沒問題 Diamoran是不是今年不在啊 是不是受傷啊 我一個未卜先知啊 哇塞 我突然就意識到 Diamoran會出事啊 出事啊 以後呢請叫我神算落半仙 你在講什麼啊 直接 掛下去 怎麼回事呢 怎麼贏了呢 你88評分對不對 你沒有上場你就是0啊 ZRO啊 同學 那可以看得出來 在少了Diamoran之後啊 他們確實有如一隻斷了腳的火箭啊 他們沒辦法往上飛啊 他們只能斜著飛啊 第二戰呢 Immoran quickly打得還算不錯啊 但我們Diamoran Sabonis大三圓 直下把他們出在地上 那第三戰呢 Diaro Scarlet 直接秀神機啊 26分二籃板 六助攻 一超級的表現 然後Diamoran Sabonis 跟Drian Jackson Jr.都拿下了 非常優異的成績 好啦 但老實說 對決Jones殺人家 Luca丹羽這組合 我真沒辦法贏啊 我覺得 今年就先這樣子 哇塞 他們還有Diamoran 他們要這麼強是不是 好啦 那直接過啦 我們輸定啦 真沒辦法啊 他們一看就知道怪怪的 你知道嗎 那最後 我們恭喜 紐約尼克隊拿總冠軍 恭喜 Westbrook 希望紐約尼克隊之後 變得跟神仙沒兩樣耶 不過呢 我能夠贏修士頓火箭隊 就是爽 呵呵呵 那麼在下一支影片之中的話 我相信我們的曼菲斯呼籠隊 是一定可以拿一座總冠軍的 至於Diamoran 最後成績有沒有辦法 比Jones再好呢 我們就一起 拭目以待吧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也感謝各位接收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各位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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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